天暗門亮直接殺到門口等 矽谷銀行宣布倒閉各地分行 涌現擊對潮 美國總統拜登趕緊出面喊話 要大家真的別擔心 不只拜登再三強調 美國納稅人不會承擔任何損失 美國財長葉倫同樣掛保證 美國銀行體系仍有韌性 只是吸引股牌效應已經發酵 像是美國第一共和銀行 也傳出流動性危機 銀行股價崩跌超過百分之七十 最後仍以崩跌近百分之六十二作收 嚇得不少民眾出門排隊 趕快領錢走人 這波海嘯衝擊的不止投資客 瑞典最大養老基金ELEKTA 既是矽谷銀行第四大股東 也是Signature Bank第六大股東 更慘的是ELEKTA還是美國第一 共和國銀行第五大股東 分別對三家銀行投資高達 六百二三億台幣 十三號遭瑞典銀行監管機構 傳喚一次踩三次雷 是最大哭注 在新聞 黃泉宜報導 他們在升到三次雷 他們在升到三次雷 這是最大哭注的 故事